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订阅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是世界时代的第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令我想起 之前的所谓的鱼弹革命 那件事就令到香港这个勇武抗争开始兴起 什么抗争无底线这些东西 令到已经回不了头了 想不到荷兰也有 荷兰的新年夜和临丽时法国也是有的 新年夜也有很多人出来搞革命 革命引号 当然是一些暴乱事件 原来荷兰真是厉害 荷兰很厉害 很不平静 多个地方发生大事件 导致酒店和汽车 而且警车都被BBQ 大量警车 和酒店被BBQ 执法人员一模一样 被人扔石和转 还有人就是乱肥烟花 我看到有条片是来自法国的 有人好像放了小菠萝 突然想起天琪BB 天琪BB 但他又很搞笑 不过也不是搞笑 意常低调 其实这也是好事 真心说的 但他们说共产党在监视他 其实有些人错完一轮 就真的不想再出来 而且说真的 对比19年 有些人都说梁天琪太温和 当然不是 他大坏了很多人 原来有几十名警察受伤 也在荷兰拘捕了两百多天 荷兰警察公会呼吁 立即停止针对执法人员的动手事件 一大量执法人员受伤 原来有阿普斯特丹、绿特丹、海牙等的城市 都发生了针对警察和消防员 应对执法人员的攻势 当地的房屋、汽车也成为了目标 绿特丹警察说他们有一百多架车 和其他车辆被人烤烤 而在阿姆斯特丹、海牙等地 只能出动防部队去驱散人群 在全国其他地方 还有消防员 在撲灭消防事故时 被人烤烟花受伤 挺可怕的 有些还炮掌 另外在哈勒姆士一名19岁的年轻人 在新年夜 原来用烟花来向警察动手 在海牙一辆警车在凌晨1点左右 亦都是BBQ剩下一个框架 而在海特尔 消防员在做事事 即是撲灭一辆车的消防事故 撲灭烈烟 遭到人烤烟花 防部队只能嫁人 在阿姆斯特丹西北部的城镇 赞单 其实警察抓了13名年轻人 其中很多人 就是被指控向警察烤烟花 当地警察现在还在抓人 当然我们也说 这些事情在哪里都要严正执法 对 西方、荷兰、欧盟其他国家 法国和比利时 比利时就是欧盟首都 弗德内因 有没有叫警察不要拘捕人 他们只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是不可以的 是吧 当地在荷兰也挺麻烦的 原来 刚才说的小镇 当地警察仍是处置了一批年轻人用烟花 用烟花去轰敲行人和汽车 这样也可以的 太过可怕了吧 在现场警察也遭到大量烟花的攻势 最后拘捕了七名很年轻的人士 这是赞丹的居民 晚上又有六名很年轻的年轻人 也是向警察肥烟花而被捕的 不过所有的年轻人 十三名全部当晚就放回来了 荷兰警察就说 在新年夜 有两百多人被捕 但最终的数字 未知现在到此时此刻 还在捕人 这个也很正常的 当然我觉得 西方捕人不重要 但是你们那些领导人都说 香港没问题 那些年轻人出来表达意见 美丽丰警示 现在他们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你又觉得有问题呢 而且香港那班 19年 这个鱼蛋革命其实也大事了 19年更大事了 已经不是那么小事 更大一点 荷兰警方就说一定会严正执法 新年夜居然是他们 很繁忙的夜晚 因为太多事了 各地警察忙于应对 蓄意动手事件和BBQ 亦是有人非法用烟花去对付警察 原来几名警察 听力已经受损了 也挺大话 这种情况完全不能接受 我想到了 他们想着那些防暴的装备 对耳朵没有什么保护 选择用烟花来搞 没错 另外这个警察也说 在不同地方想庆祝的年轻人 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人 就被这些所谓的 示威者抗争者 但是不知道他们抗争些什么 就是 发动了烟花攻势 当时这个 鱼蛋革命 也不知道他们在抗争什么 除了帮小贩 要他们可以 可以抗争 我还可以抗争 小禮老母 小禮老师 他就说 抗争 但是 他也很聪明的 这个人真的很聪明 他这么多人是全身而退 什么事都没有 他很厉害 没错 这个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 吃一下腸粉吃下鱼蛋 要不要搞到这么严重 年初三好像是 我记得 他说什么香港文化 要不要有花车 现在就有了 难道吃全鱼蛋的权利 鱼蛋香港有很多地方 店铺也有 热腸粉店铺也有 是你们说的 我们看看原来 荷兰警察 也说 这么多人出来发动烟花攻势 让房屋汽车全部受损 有些还在消防事故之后 警方对 这些人是绝对 不会隐让的 因为你如果退 可能很大 警方也说这些事件 令人相当失望 因为事件数目相当多 也令到其他欧洲城市有份 因为你知道荷兰 他跟很多城市接养 比利时就是他的轮角 也有好心好心的历史关系 还有德国 法兰西 不过法兰西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肯定不对 有些人是蓄意 尋找对抗 应该受到谴责 值得关注的就是荷兰这些混乱 也不是第一次 其实去年也试过的 去年就有248人被拘捕 因为是参加暴动 一次来一次的这些 骚乱也令到当地警察工会很生气 也很不满 他们就希望尽快召开会议 看下如何面对这些大型的 Event 功能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怎样可以保护到警察 他就说 今年又发生一样的事 相当严重 我们 已经感受到巨大威胁防员 必须考虑应对措施 我们不会等到今年年底 因为有担心 是有新的这些大事 可能 第二则新闻 这一家致命 其实他都经常上电视的 他 就是叫做 阿洛 撒洛梅 撒洛梅 他就是一位知名通灵者 亦被 现世人称为 是在世的 洛查丹玛斯 洛查丹玛斯是什么人呢 十六世纪法国知名的 是占星家 因为曾经 预言过新冠的存在 和我战争出现 所以 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 他离世的日子 都算得算准 所以 亦受到重视 不过有件事 他好像就不对 200 不是 卡塔面世界杯冠军 不是 说回这位哥哥 知名通灵师 他当然有 有一个 寓言 他说2024年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同时是彻底改革的 一个年份 今年37岁的 人类在2024年跟外星人取得联系 但很多人说过已经有联系 他预测人类和外星人通过 望远 网络 接载 等等 这些加密信息 进行偷通 并非想入侵我们 其实我们也经常说 如果我们 假设他有这么高文明 其实他对我们有没有 有趣 看不看得上眼 我们是这么污染的 你这些人这么低智慧 对吗 我们都入侵你干什么 是的 他也说 人类可以和外星人和谐共处 至少现在也是这样 不过 他也说 虽然外星人就不会带来威胁 但AI可能带来威胁 这也是废话 很多科学家都说过 AI的觉醒 并且变得有自我意识 帮助机械人 领导这个世界 实际上对于AI的觉醒 未来战士 天命 但是之前Elon Musk也说过 是的 所以其实 Elon Musk 说起我觉得也有点废话 知名的通灵者 Elon Musk 知名的九鸭四 很多人 也说 我很担心新卫城 不用担心 他说美国是什么 说美国是什么 大选 难道Joe赢了 他 是大 是大水 不好意思 是大水 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我不知道 都是靠字 而且他说什么大选 其实不用他说字 这是真的 有什么 热带风暴 事实上是 比较 没有差 我只说状况 最后 只要这么说 这些信不信由你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说一下 是这个叫做的眼泪 是否有用呢 所以我经常觉得 男人不解忧 女人流泪 是吗 我也觉得是对的 好好相信我 无悔无超 我愿为你放弃 所有男人 不解忧 女人流泪 只守我 自你 阿威 原来 女子的眼泪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 武器 令你不敢做一些事情 这个仍是有 这个仍是有科学根据 虽然说男子 基本上看到女子受到委屈 楚楚可怜的无恙 就会游年生爱 突然之间就会是深远 但是 近期的科学发现相当惊人 原来女性的 泪水 居然可以是减低男子的 这个 侵略性 那倒转呢 如果倒转呢 如果女子见到男子流泪 他倒转他又没有说 这个真好笑 你真是的 是不是都会 这样不公平 这样不公平 应该两变都做了他 差不多 会有一个 好像 深远的感觉 堂堂男子看 在我面前哭 我立刻 同情之心 立刻萌生起来 很坏 这个世界有固定的样子 觉得男人不应该流泪 是不是这样 其实也不公平 当然这个男女不平等 不单是女子受到 不好的 印象其实男子都是 为什么 为什么哭 不让哭 不让哭 你这么弱 原来这个报告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人类的眼泪含有一种 可以压制攻击性的物质 是真的 闻到女性眼泪 可以令到男子的攻击性 降低40%以上 所以这个呢 你记得之前的副国务卿 謝曼 当年跟伊朗那些 领导聊一聊 突然间在人家面前哭 全部是硬桥硬码的时候 在副国务卿面前哭 马上哭 所以他本书就说自己最劲的武器就是眼泪 哈哈哈 外加武器就是眼泪 他就说原来 这个女子的眼泪 可以令到男性的 攻击性下降40% 并且是促使大脑发生 相应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眼泪可能进化出具有保护的 眼泪的一个 叫做物质 是可以有保护到自己的 为什么哭的时候 攻击性小了就等于保护到自己 其实研究也表明 好像我们这种人类 当然 眼泪当中含有一种 化合物质 其实其他的动物也有 其他动物也有 原来 泪流满面的时候 有一种物质 就会 令到 我们 男性 就不会是发动攻势 或者是有犹豫 当然大家看到 研究团队首先 25名男性 自愿者 在一个人造的滤水 跟我们差不多 跟女子的滤水差不多 和生理盐水当中 这些人士就分别他们闻到什么 因为这两种物质 其实都是无色无味的 原来 这些滤水 是来自六名的自愿者 他们就是 看到那些悲情小说之后 就将那些 眼泪收集了 收集了 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 原来 他们有种特殊物质 你记住 那就可以令到 男子闻到之后 原来 就是 会令到他们 攻击性 攻击性 低下 就是低下 原来在大脑当中 跟 侵略还有决策有关的区域 像前额皮质 和左前倒皮质 在闻到 累性的滤水之后 显示出 是显著减弱的活动 这意味着 涅水当中可能含有一种无味的化学物质 能够在模型当中传递出和平的讯息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亦有专家提出质疑 例如利物浦大学的专家 在成年人互动当中 这些物质可能 不会有太大影响 亦都说有些女子 常常哭 一样是被 家里的男子 动手 如果一向的表现出来也是很强势 如果一向的表现出来 真的有一个影响力 我觉得 那些不懂的可能是得了 可能你闻惯了一层美又不得了 这个不知道 你说 我觉得也有少许科学根据 我觉得也有少许科学根据 当然当你看到 你自己的心也算是酸的 但就看看你有没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正常人也应该有的 你看到 不要这样 这件事是不能解决的 当然有些人受远不受硬 有些人受硬不受远 我觉得也要看人 但你说是否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